So,2024年新周日报2月3号报道了一个关于2050年的消息 So,世界卫生组织周四发表了报道 评估到了2050年全球新发癌症的病例将会大增78天达到3500万例 So,再来继续讲 2022年全球新增2000万例癌症患者 那2022年在这里2000万里面 最多发生的就是 这三大癌症就是肺癌 乳癌 还有大肠癌 So,在新增里面呢 女性的肺癌是250万 250万,肺癌是250万 然后女性的女癌是230万 还有大肠癌是190万 OK So,这就是2022年已经证实了 所以已经做了record的就是这么多 OK,so,到了2050年呢 就会新增达到了3500万 现在已经是 2022年呢已经是2000万了 2050年是3500万 OK,所以看一下 这边 OK So,那边也讲到说 嗯 这些癌症喔 都是与体重 体重过重有关的 OK So,我今天讲到这里 报道完毕 So,真人真事 So,看你们要不要去行动 或者你只是想 诶,我要这样砍 但是却不要去做一些 一些行动 那 这样去看一下 谁 会是 这个里面数据的一分子